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一般情况下小偷偷东西都是偷偷摸摸的 可是重庆渝北的一个男子却大张旗鼓 他瞄上了一辆价值24万的摩托车 这搬不走怎么办呢 脑洞大开竟然找来了搬运公司帮忙 渝北区公安分局龙山派出所最近接到市民报警 称其价值24万余元的摩托车不见了 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 在这个附近是一个监控忙区 我们看到248号晚上19点多钟 有一个男子一直在周围徘徊 视频显示这名男子一直在摩托车周围 徘徊了近四个小时 之后他还来到车库入口 带来了一辆搬运车 当时一个搬运车辆在这里停留了十多分钟 跟搬运一辆摩托车的时间差不多 民警通过搬运公司提供的信息 很快在江北区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该男子平时喜欢在网上炒股 然后又亏了钱 然后他就想找一点快钱 发现这个车很贵重 于是就跟那个搬运公司谎称 车子坏了 骑不走 于是就在网上下来个单 叫搬运公司把它拖走 目前张某已被于北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被盗摩托车也已被追毁 要是因为这个车没人 没有人会被递运公司谈